來看壯觀的景象 江華花壇最近天空非常的熱鬧 有數以千級的燕子在大街上低空盤旋 他們累了就會站在電線上休息 密密忙的景象讓民眾直呼非常的壯觀 只是這大量的燕子也帶來了一些困擾 出現了糞便玉 那有生物老師分析 可能是因為大雨過後 昆蟲出來透氣 燕子也要觅食 所以才會一時之間大量的出沒 等到天氣好轉 燕子們就會離開了 數以千級的燕子來回在街道和樓房中 穿梭飛翔 伴隨著有如轟炸機般的聲響 鎮耳欲聾 這裡是彰化花壇的中正路上 群演飛舞的景象把天空遮得密密麻麻 燕子們飛到累了 就乾脆停在電線上休息 從住家的角度往外看 一整排的燕子停在電線上休息 數量多到根本數不完 就連當地的民眾都說 看起來超壯觀 連日來的大雨終於停了 燕子也跟著出龍 在天空飛舞 不少路邊的車輛和民眾 也被燕子的糞便襲擊 夾住花壇的沈小姐 拿起掃把和水管 清理地面的燕子糞便 回到家門口抬頭一看 還有兩個燕子的巢穴 每天下午都能看到大量的燕子來襲 為什麼會突然出現這麼多燕子 生物老師解釋和大雨有關 大雨過後那個那個昆蟲比較多 會往比較低的地方飛 還就是因為為了要密食所出現的 大雨一停蚊子蜻蜻蟲出沒 吸引燕子來大塊躲移 只要天氣回穩 蟲子變少 燕子自然就會消失了 懷疑室人們有些綜藝轉光 狀況報道